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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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一些很容易附着 附着在人形的东西上面 尤其是这个咬娃娃 我来唱歌给你 天啊 他是他能不能到 Eason Eason 你们闻到什么味道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啊 拜拜 那天一一一的声音 什么声音 那不是猫啊 猫不一定要叫 那是婴儿的叫声 会不会是婴儿的叫声 没有回味 完了之后呢 没有把 请回去 跟着他们回家 真的假的 然后他们又请人来处理 把那个 请回来这边 正在那个神像里面 人间既有黄泉路 鬼祭祭祭祀的好兄弟 想活命就快淘宝 歡迎收看来自新一世之 淘宝吧 好兄弟 來 這次两位到哪里出外景 他是在北海岸的一个 面海的 风水很好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 他很奇怪的是 他本来应该是 算是应该 四星期左右的饭店 而且他的规模也很大 总共差不多有四五栋那种 一栋一栋的那种旅馆 现在是完全荒废的状况 四五栋 而且他的景色超好 他就是玻璃窗一看出去 就是海景 很漂亮 是不是在一个半山上面 对 你该不会去过吧 你该不会住过吧 以前早年那边还蛮繁华 而且是一个很热门的地点 对… 很多人都在那边买房子 度假 度假屋 但是他一栋一栋 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越来越 对 有人气了 对 那个地方还上过社会新闻 就是他们荒废了以后呢 他们渐渐的就成为一个 自杀的热门景点 然后之前是有一对母女 就是妈妈想不开 结果带着女儿到那边 然后她还把那个门窗 全部都用胶带封死 然后在里面烧炭 因为那个地方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宣传很大 听说上礼拜 就是也有在那边 发生一些事情 他们一去完 他们就发生民安 就是也是有一个人过去那边 然后穿着西装笔 就在那边也是 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以后我们录这个 可不可以他们两个再 用年轻的方式 对 有 真的不穿翻 来 看看这二傻 在这个废弃的一个服务群裡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请看 我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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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们今天医生夫妇 又要来出外景了 今天来到台北地区 风景非常好的北海岸 对 当中的一个废弃旅馆 这边风景非常美 而且一看就是整个都是海景 但是完全没有心情看 因为这个旅舍呢 已经废弃了三十年了 所以呢 它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非常 荒 应该说 荒凉 非常不久 然后完全没有人积的地方 对 三十几年都是这样 而且刚刚我们喊 五四三二开始录的时候 那瞬间 就有好多狗狗在叫 你没有发现 我跟妳讲 我跟妳讲 在我们录之前 狗狗都没有叫 可是当我们一喊 五四三二 狗狗就开始叫了 你真两人超高人气 连好兄弟都争相要来看录影 不愧是寻鬼界的小霸王 今天来到的是 坐拥无敌海景的度假旅馆 据说在施工时 就接连发生许多意外 导致生意下滑 最后倒闭废弃 曾有夜游民众 遇到满头嗜血的工人 还有漂浮的白衣女鬼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恐怖传闻 到底是真是假 我们现在人在这个入口处 这是入口 对 这个楼梯 走起来感觉就超恐怖的 入口处就有非常非常多 这种大树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 这边有个长长的通道 这应该就是当时旅馆 要进来拉比之前 会经过的一个中庭花园吧 对 可是这个花园 已经看不出它是花园了 而且现在全部都是杂草 对 然后呢据说这一个旅馆呢 它当时是因为那个 台湾前一阵子 在早期那个年代很盛行那种 度假型的住宅 所以当时呢除了就是有接待 这种旅客之外呢 也有些人会来这边 我生气了 什么东西 刚刚有一个东西爬坡 你有听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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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我叫什么 什么东西 在一开场 就来个惊悚的双人踢踏舞 这样的华丽表演会吸引 更不打飘前来观赏吗 干嘛 我们还没进去这个废区旅馆 就是这么恐怖 对 所以听说这边 常常会看到 有会漂浮的白衣女子 然后还会传来小孩的哭声 我扛进来 扶东西 我扛进来 扶东西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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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晓得 就一直有东西飞过来 我觉得这边树好多 我一直会用虫虫 或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生物 发到我们身上来 还没进入度假村本体 就遭受昆虫群起围攻 难道是四周茂密的树林里 埋伏山精鬼魅 在虫中作祟吗 我发现这边有些地方亮亮的 好像有住人 不会吧 太诡异了吧 这种地方怎么还有人敢住 而且这里就是废弃了 照道理水跟电应该都会被断掉 可是他们会不会是有些游民或是什么 他们自己接电 因为我听说之前 会有这样子的状况跟情况 就是废墟 就会有人来入住 我现在要往前走 我已经看到建筑物了 里面规模超大的 好几栋这种大的建筑物 然后都蛮高的 而且它的墙壁 都是呈现白色 而且偏黑色的 黑黑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海边的关系 我们现在从这个底下 往上看 近距离看 整个压迫感超重的 在以前那个年代的时候 其实这个景色很好 看下去就可以看到很美很美的海景 现在都没有人住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据说有一个新闻事件是 就是 有一个妈妈 然后带着小孩 然后把窗户 门的缝全部都黏死 然后在这边烧饭自杀 烧丹尺 烧丹尺 所以我们不晓得是哪一间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一次 所以低头可能会遇到 妈妈在这个时候 好减大 可什么都会不到我 今天的 小心点 今天这里 今天这里真的 今天这里非常非常可怕 是因为 一直都会有昆虫飞到我们身上 而且都是这么大只 对 它是感觉在攻击我们的感觉 它完全看不出来 是什么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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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趕快你看这里 这边呢 往旁边看就可以看到 当时我的房间 什么东西 什么啦 好 什么东西有没有像我 你看我现在手电筒照的地方 好 是什么 羊娃娃 一个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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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娃娃车里面 坐在推车里面 坐在推车里面 这里的传门不就是 妈妈 一个妈妈带小孩来这边自杀 对 会不会是那个 现在又看到这个羊娃娃的推车 会不会是那个小孩的 我下来 我下来好不好 我下来 我下来 如果是那个小孩 遗留下来的遗物的话 那会有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因为所有的这个杂物里面 只有这个羊娃娃 而且我跟你讲 是小孩子的东西 对 而且之前听老师说 就是可能会有些灵体 或者是一些 容易附着 对 附着在人形的东西上面 尤其是这个羊娃娃 对 这羊娃出现在那边太不合理了 为什么这边出现羊娃娃 先别管羊娃娃为什么在这里了 你们知道接下来 你们其中一人 要把这恐怖的羊娃娃抱起来吗 可可 抱起来 没错 就是把娃娃抱起来 启动命运喜巴勒 来决定谁是倒霉鬼吧 在这边之材中很恐怖 会轻轻轻轻轻的 两颗点数相加 比较少点数的那个人去执行 对 好来 我先等一下 这个我是打牙 我帮你照 天天灵地灵灵灵 拜托神灵保佑一色 好 拍 9点 9点过半了 还不错 还不错 9点过半了 看来我今天好像 你运气还不错 亲爱的上帝 还在那里面前 你把你祝宝 让我等等骰 骰是大于9点 祝阿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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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岸3要 跌 我怎么都可以 好多那个 那到底是 那是 那是冲啊 那是冲 我很怕冲 你小心啊玻璃啊 我跑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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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吧 是不是七點啊 沒有 我就閃了 你如果這種時候也跟我來陰的 我真的好害怕 好 我要開了 我真的很怕醜過 你確定你開了不能動 一 二 三 快點 我比較大 你剛剛明明就七點 感謝祖 不知真真是受到祖的保佑 還是蟲蟲大軍的加持 讓珍珍不用背著鬼娃娃 但是更恐怖的還在後頭 可能今天會被這些蟲嚇死 對不起 好 我現在要執行任務了 醫生他輸了 所以他必須呢 要拿著剛剛的羊娃娃 然後抱著他唱妹妹別的羊娃娃 因為呢 據說在半夜的時候 唱耳歌 非常非常容易聚音 然後呢 尤其是那種死不迷目的 音靈 兒童靈 聽到這種耳歌呢 就會靠近過來 我現在要伸手吧 靠近來 即使抱著羊娃娃唱歌 會引發什麼恐怖的事件呢 稍後告訴你 我現在要伸手吧 靠近來 靠近來 哇塞 我根本就 好變態 怎麼了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拜拜 那個一一一的聲音 什麼聲音 我不知道 我剛剛唱完那首歌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 音樂音樂的聲音 是誰 看人家關門的聲音 可是又很像是娃娃在哭的聲音 我剛剛聽到那個聲音 我剛剛聽到的聲音是不是 就是那個聲音啊 我說很像小貓在叫啊 那個聲音喔 那個聲音 那個不是貓啊 而且那是嬰兒的叫聲 會不會是嬰兒的叫聲 這個第一段喔 我們現在討論蟲子 為什麼那麼多蟲 那個蟲子很像那種 我看了還滿大隻的 很大隻的 蟲就是咪咪... 那種會叫的那種蟲 然後就是因為 蟲晚上不太會動 它有甲殼的那種感覺 好像是 不是蟑螂 可是又像蟑螂 它長得超像蟑螂 就一直往你身上衝 它衝刺有力道 就這樣衝 那小哈老師 剛剛那些昆蟲是 真的是在弄它嗎 你怎麼又在笑 其實那個地方 其實滿有趣的 就是 就是他們站到那一片 那一大洞 有一景帶到全部 就是一大片 平台裡面是 對... 就是他們在砍有很多 然後我們就 你們不是背對那個大樓嗎 那個鋁舍 那時候其實在陽台那邊 就有 然後 他們做完開場介紹沒多久 為什麼一直笑 我不是笑蟲子 因為看到那個 他們就作弄他們 很難怪你們一直覺得 對 有幾次我們是發現 腳有東西在動 然後我們一開始以為是蟲 可是第一次我看 又找不到蟲 對啊 因為我看到了 就一直弄他們 看他們跳他就一直笑 而且他們沒有生氣 他們有生氣嗎 他們還沒有生氣 可是總的來講 是看到了那個娃娃 有整個氣氛 開始直轉幾下 對 因為他很怪是 他所有的那個廢棄的雜物裡面 都是一些什麼 家具 沙發什麼的 衣服 然後也都沒有人的物品這樣 唯一留下來就是那個娃娃車而已 那那個娃娃那一間 翔老師你看應該那一間裡面 有一些精彩的 精彩的部分 就由他站過去那個時候開始 他一個人過去 他站過去準備可能要拿娃娃 那個時候 我就有看到一個 但他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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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因為你是背對的 對 他是 往你這邊看 可是那個時候他在你旁邊 所以他是氣我還是氣他 對 他氣 氣我 應該是氣你吧 因為你要 對啊 因為你已經進入他的警戒範圍 然後他 難怪我 你過去你怎麼樣的不舒服 我一踏進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很 那個寒毛全部都豎起來 那種感覺 那種冷是很不舒服的 那種 運哥 住宿民宿 如果真的是 運氣不好住到 其實我們以前在節目上 聊滿多旅館的那個靈異故事 以前我剛出社會的一個女朋友 我那個女朋友是屬於 天生有靈異體質 陰陽眼 那那一年的過年呢 臨時起義 就說要去那個墾丁啊 屏東啊 旅遊這樣 我們那時候很流行這樣 對 我們那時候年輕啦 也沒有那麼多社會經驗 不曉得說 只要是過年 那一些地方 你如果沒有預訂的話 是不會有旅館飯店 有空位的 好啦 我跟那個女友的狀況 也是這樣 聘巡不著 任何的飯店 旅社 然後很慌 那摔在車子裡面 總是不方便不舒服 東早西早在很偏僻的鄉下 赫然被我們發現遠遠的 砍棒民宿兩個字 一盞明燈 對 一盞明燈 那那個民宿很詭異 那個說是民宿 只是砍棒像民宿 那個屋子就是滿一般的房子 這樣子 那一進去呢 它跟一般房子不一樣 只是好歹它還是有個 Check in的小櫃台這樣子 那個老闆 老闆娘那個表情就很詭異 看到客人來 也沒有什麼開心的樣子 一進去 然後再辦完Check in 跟老闆娘 沒什麼特別交談 然後我們就住到二樓去了 二樓 二樓要隔了兩間 另外一間也沒住人 結果一搬進去以後呢 我那女朋友 又開始在發神經了 又開始在那邊說 好冷喔 好怪喔 這裡 那因為我已經習慣她這樣了 那有時候 可是出來玩 你都會破壞旅遊的興致 對 我就跟她說 好不好 很煩耶 結果越講她越哭 她說真的不要 我們不要住這裡了 我寧可睡在車上面 我說你是有病是不是 睡在車子裡面 不舒服嘛 我們在那邊好好的啊 她這邊很堅持耶 然後我就不管 我就悶得頭睡 那她也沒辦法嘛 然後她就很委屈的 就說在一邊 然後在那邊好像在錯氣啊 那個流淚這樣子 那到了半夜三點呢 哇 沒辦法 因為她尿急 那那個二樓呢 沒有廁所 反而是一樓才有 那她沒辦法 她一直突然翻去 她告訴我說 因為那個膀胱 蓄滿了那個尿液這樣子 結果呢她就走... 走到樓下 經過那個原本 確認的櫃檯那個地方 我在二樓 聽到那個尖叫聲 彷彿她在我耳朵旁邊一樣 要死啊 衝回來房間 她說她看到什麼你知道嗎 原本我們那個 確認的櫃檯 她跟我說 櫃檯變靈堂 她說上面還供奉一個牌位 那還有掛一張照片 往生者的照片 那個往生者的照片 還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孩 我想說會嗎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 然後我女朋友說 你不信你去看 我說我才不要 神經病我去看怎麼看 好啦 那真的實在是沒辦法 那當男朋友的這個風範 我還是幫你觀察一下 順便我也出去 看附近有沒有地方 可以買泡麵這樣 因為肚子也怕餓的 對啊 好啦 我就下樓 經過櫃檯的時候 小金一一啦 可是我看真的就是櫃檯 那我猜想說 可能是陰陽眼的女朋友 看得更猛不一樣 然後我就小金一一的 推開民宿的大門 然後走出去 要找看有沒有商店 結果走了十分鐘 什麼鳥店都沒有 然後呢 算了 還是回去好了 因為在外面也滿危險的 等到再回來的時候 推開民宿的門的時候 櫃檯還是櫃檯沒有錯 我經過櫃檯要上了我的時候 人如果背後有異樣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感覺的 雖然我們背後 沒有長眼睛沒有錯 我總覺得電視怪怪的 該不會是電視自己打開吧 那是不會有這種老梗 發生在我身上吧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真的很怪... 我轉頭一看 那真的不是幻覺 因為我沒有陰陽眼 可是我看到是什麼 那個電視機 以前的電視不是平面的嗎 是很大一台那一種 印象的 那個電視機上面 我的一個白衣服的影子 那個很明顯的 就是一個女生的影子 雖然不具體 可是看出來就是白的嘛 有通髮的感覺 好像有點氣體 然後就住在電視上面嘛 我想說要命啊 死人了 我女朋友講的果真是真的 然後又不敢跑 因為怕有時候 你一跑 我等一下他追過來怎麼辦 這樣太明顯了 太明顯了 當然我就 下粉... 進房間 然後女朋友問我有沒有看到什麼 沒有... 沒事吧 沒有... 講沒有怎麼那麼激動幹嘛 對啊 反正就撐到天亮 那個連忙的東西收一收 就出去了 肚子餓了半死 在附近找到一個賣魷魚羹的 那邊邊吃呢 邊跟老闆哈拉 跟老闆說 那個民宿好可怕 好詭異喔 我就把大致狀況講給他聽 那魷魚羹說 夭壽又嚇死人 他說 本地的沒有人敢住那邊 那個都是 像你們這種外地客 找不到飯店 找不到旅館的人 硬住 對 硬住 他說 那個地方本來也不是民宿 那是一個普通的民房 那個老闆跟老闆娘 一個女兒 以前在台北工作 後來為什麼回來故鄉 因為那個男朋友 疑行別戀 離他而去 所以他女兒有一天 摸在那個自己的房間裡面 有沒有 自殺了 輕生了 所以那個房子以後呢 就常常有一些怪怪的狀況 那老闆 老闆娘 那個等於是這個 親生的女子的父母親 也不敢住那裡 因為半夜常常聽到 那個女兒的那個腳步聲 乾脆呢也去住杯的地方 原本這個地方空著也不是辦法 廢物利用 買了砍棒 把那邊改成一個 確實本來是靈堂的地方 因為他女兒過世的時候 在那邊是鋪置成靈堂 把靈堂的地方 弄成一個小櫃台 然後就營業起來了 一年呢 大概只有 但是擺著嘛 因為也 也沒人敢租他這個房子 懵賺 對 剛剛那個Eason Eason就是說這個 剛剛影片停在你身體 身體開始跟感受 開始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對不對 到底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請看 Eason他輸了 所以他必須呢 要拿著剛剛的洋娃娃 然後抱著他唱妹妹別的洋娃娃 因為呢 據說在半夜的時候 唱耳歌 非常非常容易拒音 然後呢 尤其是那種死不迷惑的 音靈 兒童靈 聽到這種耳歌呢 就會靠近過來 我現在要伸手把他撿起來 哇塞 我根本就 哇 我跟你說 好變態 如果今天是我 如果今天是我輸了的話 我應該會用陷害卡 因為這很恐怖 因為 這個情況 這個地方不 不 不可能會出現洋娃娃 所以有可能就是當時 當時那對 那對母子 小朋友的 洋娃娃 我現在要把他撿起來 他現在在我的手上 他現在在我的手上 而且 我有聞到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感覺是燒過什麼東西的味道 你們有聞到嗎 寶寶 什麼味道 不要怕寶寶 燒塑膠的味道 寶寶 不要怕寶寶 燒東西的味道 寶寶 我來唱歌給你 天啊 是炭的味道耶 是炭的味道 是炭的味道 一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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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聞到什麼味道 什麼東西 沒有啊 我聞到有炭的味道 真的還假的 我認真的 你們是不是有聞到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 以為是塑膠的味道 後來發現又有點不太像 塑膠的味道 真的嗎 是炭的 對啊 烤肉的那個炭的味道 等一下 不可能啊 因為這裡已經是廢棄的旅館了 可是至少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味道突然出現的時候 是你把這個娃娃拿起來 我說你拿起來 是從這裡傳出來的嗎 你幹嘛啦 你這樣弄我 現場飄出陣陣燒焦味 會是當時不幸罹難的小女孩 想要拿回自己的玩具 被迫出現嗎 緊接著混亂現場 還突然出現了奇怪的聲響 嚇壞兩人 怎麼了 出聲音 什麼聲音啊 拜拜 我聽到咽咽咽的聲音 什麼聲音 我不知道 我剛剛唱完那首歌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 我聽到鷹人的聲音 對 它很像關門的聲音 可是又很像是娃娃在哭的聲音 我剛剛聽到那個聲音 對 我剛剛聽到的聲音是不是 就是那個聲音啊 我說很像小貓在叫啊 對 那個聲音啊 那個不是貓啊 貓不一樣叫 而且那是嬰兒的叫聲 會不會是嬰兒叫聲 老師 老師需要你 執行完任務 瞬間兩人都聽到奇怪的聲響 究竟從哪裡發出來的呢 我剛剛在唱這個 面面被子養娃娃的時候 我才唱到第二句 就聽到很像是那種 小孩子的那種叫聲 又有點像貓叫聲這樣 這樣 而且老師 他在拿那個娃娃的時候 我就很明顯 真的很明顯 聞到有那個燒炭的味道 老師想問一下 這是什麼回事啊 這會不會是當時 那個有一個 有一對母女在這裡燒炭 然後你聞到的那個燒炭味 然後你聽到了 因為那個東西有可能是 往生者的遺物 那你拿了他的東西 可能是搶了他的玩具 所以他會發出叫聲 讓你聽到 那他剛剛發出了那個 警告你的意思吧 老師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那個娃娃上面 現在有靈體不在裡面嗎 老師你去拿過來好不好 我覺得不要 老師不要啦 不要去動就好 我真的跟你們說 我真的沒有唬爛 我真的聞到那個燒炭的味道 真的很明顯 真的 我沒有騙你們 拿過來了 老師你竟然敢做這個 這個嗎 可是拿不起來 可以啊 拿起來 老師你不覺得他很奇怪 他在炸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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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會炸眼 老師 我沒有去把這個嚇到 我去把你的叫聲嚇到 Eason突然大叫 把老師嚇壞了 這娃娃是真的有什麼詭異 藏在裡面嗎 我覺得有靈在裡面 老師那你幫我跟他說一下 我剛剛就是沒有要 我們把它放回去 他剛剛我拿的時候 我們三個人都有看到 那個眼睛是亮的 對 那我一拿起來 同時 我們三個人看到 那眼睛閉起來 老師那我要用加持卡了 我表情太容易露出擴展 那我要選左邊的 因為我是左撇子 你是左撇子 對 你要選左邊 好 Eason選了左邊的 請看加持卡 等一下 沒有 請看 幸運的Eason抽中了鬼靈加持 這下他會更容易感受到 異次元感應嗎 試玩法有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有點心悸的感覺 不曉得是因為這個 頂在我的心臟的位置 還是我不知道 我現在覺得胸口很悶 可是我剛剛摸過那個 娃娃之後 頭有一點點痛 天啊 這個邪門的娃娃 只要拿起來 就會傳出陣陣的燒焦味 就連老師都被弄得頭痛了 接下來他們還會碰上 什麼更恐怖的事呢 看到好像是廁所 因為我看到很多磁磚 這個房間是什麼 為什麼它這個上面 塗了什麼東西 對啊 那個牆上很斑駁 然後而且它斑駁 不曉得是為什麼 小心牆上那種釘子 不要被拖到了 好的這邊 前面這邊 這邊又是剛剛 哇 這個是茶壺嗎 很多張椅子 然後還有一個大桌子 還有鏡子 又有鏡子 我覺得這一間房間 應該是當時面山的一個套房 然後呢 因為它的窗戶的這個位置呢 整片看出去就是山景的景色 對 可是現場遺留下來 是一個很舊很舊的冰箱 沒有看到嗎 它好像是一個雕像還是什麼 我覺得雕像就算 那個雕像上面綁在紅布耶 它是 為什麼會綁在紅布 而且它的紅布 是把這個雕像的眼睛給遮住耶 是在進行什麼一個儀式 這擠擺什麼嗎 幹嘛 用它做到放什麼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好恐怖喔 我剛剛在梳頭髮的時候 我是 因為我就是不敢看那個 我的臉的其他地方 因為我怕看到就是有可能 第二張臉出現 我就一直盯著我的眼睛看 然後就很明顯 我就感覺到裡面的那個眼睛 就是水汪汪的感覺 好像怪你流眼淚 然後正在瞪著我 你看看什麼 郭老師 我們拍到目前為止 第一次你自己本身會頭痛 因為平常你不太會有這種反應 通常不太會 今天是很強烈 很強烈 而且那個娃娃真的有靈異現象 因為那個娃娃是廢棄的 其實很... 有一點髒 也有一點破舊 那拿起來 我們當下三個人都看到 眼睛給你眨一下 對 當下 因為那個東西 不可能有高科技的東西 可以遙控讓他眨眼睛 那不可能作弊 可是那個眼睛眨一次 你什麼感覺 我覺得他好像在對著我 那是 對你 他不是對我 他的眼睛感覺視線在對著你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瞬間就 受不了這樣 因為我在抱著他唱歌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 就是剛剛的感覺 全身很冰涼這樣 可是自從你去碰著娃娃 跟你唱歌之後 我相信小阿斯 應該看到很多不友善的反應 他在拿起娃娃那個時候 我不是說你背對裡面的時候 他的腳大概離地這麼高 當你這樣拿起來的時候 他是整個人這樣子 就是 後來你叫他 你叫他說你聞到味道 對 你不是把娃娃往前走嗎 對 你離開了那一塊 那個房間前面的小空地 我那時候就聽到 一喊 為什麼 然後就跪在那個地上 然後一喊 為什麼 一直崩潰喊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 先這樣就那個 那一聲音 會不會就是他發出來的 對 因為我們有聽到 一個很尖銳的聲音 是 後來你們到二樓去 對 二樓去有一個雕像 對 眼睛綁著紅布 對 那個雕像是什麼 我們看不太清楚 它是什麼是 它應該 它是金 就是有點金色 金色的這樣 可是看起來像是 對 像什麼 它看起來像是一個男生 穿著一個背心 然後加上一個沾角褲 然後帶了一個斗 有點像是原住民 原住民的那種 他們的那種 圖騰還是什麼 對 但是它綁著那一塊紅布 是非常新的紅布 很新的 很新的 然後很鮮豔的大紅色 我們就在想說 是還有 最近還有人去幫它 綁上那個紅布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想不通為什麼 其實他們剛才看到那個 綁著紅布的雕像的時候 桌上有一個更怪的東西 是什麼 去看 謝謝 我覺得這一間房間 應該是當時面山的一個套房 然後呢 因為它的窗戶的這個位置呢 整片看出去就是 山景的景色 對 可是現場遺留下來 是一個很舊很舊的冰箱 有看到嗎 它好像是一個雕像還是什麼 我覺得雕像就算 那個雕像上面綁得很恐怖耶 它是 為什麼會綁很恐怖 而且 它的紅布是把這個雕像裡的眼睛給遮住耶 是在建成什麼一個儀式啊 你祭拜什麼嗎 幹嘛 用它進到放什麼 沒有 什麼 是蝶仙 靠蝶仙耶 是蝶仙耶 跟這個祭拜的人呢 他是最近才來過的 他是最近才來過的 但是它蝶仙沒有歸位耶 競技遊戲蝶仙 竟然活生生地重出江湖了 這和旁邊的神像又有什麼關聯呢 這上面的箭頭指上一個字 蝶仙指上到底指著什麼恐怖字眼 超驚悚內容馬上回來 所以這代表 就是玩蝶仙跟這個祭拜的人呢 他是最近才來過的 對 它蝶仙沒有歸位耶 競技遊戲蝶仙 竟然活生生地重出江湖了 這和旁邊的神像又有什麼關聯呢 這上面的箭頭指上一個字 呆耶 蛤 很呆的呆 真的嗎 是說我們很呆嗎 是 真的很呆的呆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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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指上一個呆字 我覺得很恐怖 可是不知道你看到呆的字 我就笑了一下 你不能太... 你不能太行 對 你不能太行 老師... 老師 老師你有沒有看到桌上 桌上是一個蝶仙耶 對啊 而且你看它的蝶子沒有歸位 它沒有回到本位 而且老師這個蝶仙的正對面 有一塊...一個雕像 然後綁一個紅 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請老師解釋一下 我跟你講喔 這個蝶仙 他們之前有人來這邊玩 玩了之後呢 我們沒有把蝶仙請人去 蝶仙跟著他們回家 真的假的啊 然後他們又請人來處理 把那個蝶仙請回來這邊 正在那個神像裡面 難怪那條布是這麼鮮 我在想說 這是最近有人才動過它 蝶仙還有綁著紅布的神像 已經把珍珍嚇得魂不覆鐵 害怕得趕緊請老師來加持 我要加持 你要加持喔 現在嗎 現在加持 翻過來是... 是什麼 鬼劍仇 是好的嗎 鬼劍仇 對啊 鬼劍仇是好的 對 只是這個字看起來很驚悚而已 難得製作單位大發慈悲 讓你使用連鬼看到都害怕的 鬼劍仇加持卡 在郭老師的祈福加持下 保證眾神護體惡靈退散 在兩人都有加持卡護體的當下 打鐵趁熱就讓他們再寫一次拔蠟 看誰能幸運留下 在房裡感受蝶仙的能量吧 OK 這次要比大比小 比大 比大 也就是說呢 比較小的那個人就必須在這邊做感應 好 好 欸 我骰你... 你倒什麼高啊 你是要詛咒我的意思是不是 尼神你還在聽 我跟你講 我剛剛聽到你說主啊 主啊 然後你想跟他說什麼 沒有 蛤 我剛剛讓尼神去做是不是 沒有 因為你在骰我在倒高 這樣比較錄影的時間比較不會拖到 剛剛說已經快到指示了 天靈 地靈靈 叫做神力靈 保佑您 拜託 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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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 9 夠大了 欸 為什麼今天都是骰到8以上啊 都是9耶 90C 我覺得我9點應該安全了吧 現在換你骰 好 你沒時間禱告囉 你剛剛已經禱告完了 直接骰吧 現在的上帝還在... 你不是已經禱告了 我們在天上 五月人都尊著名為生育的國家 今天仔細心 在地上的時候現在天上了 今天也是四個門便 然後我們在... 大 小 7點 5點 終於換你了齁 真真 這一次留在這個房間裡面 感恩這個蝶仙就是你的 在這詭拒氣氛凝重的房間 真真即將面對鏡子 好好地與蝶仙享受著恐懼的子時時光 此時大方的製作單位也開了直播 請來大批婉君來幫真真加油打氣 好 此時此刻 沒錯就是接近11點這個時間了 那為什麼真真現在會坐在這裡呢 因為他待會... 還不是你愛的 什麼待會我 都你愛了 因為他待會就要執行接下來這個感應 然後這個感應呢 是必須在這個鏡子前面的梳頭髮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傳說當中 可是你在指使的時候 對著鏡子梳頭髮 你就非常容易撞鬼 見鬼 現在我們必須問一下這個真正的心情怎麼樣 你覺得呢 很恐怖 而且呢 我現在必須面對這個鏡子梳頭髮之外 你鏡頭有沒有拍到我的旁邊 這邊有一座雕像 我覺得他一直在看你耶 等一下 放紅布的 他一直盯著你耶 你覺得他盯著你看嗎 你要不要把紅布拆起來看他 我不要 我不要 他不可以拆下 所以待會真真到底在梳頭髮 在這個鏡子裡面 會看到他自己一個人呢 還是會看到其他的東西 現在呢 真真馬上就要執行這個任務了 剛好我們在錄影的這個時間 就來到了這個 一天當中最陰的時辰 就是紫時 在這個紫時進行 在鏡子前面梳頭髮 要三分鐘的時間 我們待會兒呢 全部撤出這個房間 讓真正一個人 留在這邊幹掉 不要啦 不要撤出去 拜託你都會留下來肥沃 你只要心中保持這個 不要對他們不盡的這個思想 就OK了 好可怕耶 而且這個鏡子看到了 好了嗎 你先不要面對鏡子 我撤出以後 你就開始對著鏡子 好 準備好了 我要撤了 好 三 二 一 鏡子 開始 可憐的真真 就這樣被丟棄在這個恐怖的房間裡 默默地感應 不停 我的靈一直不斷地在發出微微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房間非常不乾淨 我剛剛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我不敢講 我一直覺得 那一座雕像有問題 因為她感覺好像是看我的 她的那個方位好像就是在等著真真 因為她是直接站在那邊 然後很狠地等著真真 她是坐在那裡的位置 雖然我覺得 這會不會是冰冰之中就算幾好的 會不會她待會坐在那椅子上 就真的會給她 什麼東西 那老師剛剛有說 那個雕像其實就是 後來人員的做法 把當時在提現的面目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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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聲音 為什麼蘇都把蘇都會有 十段剝落的聲音 有怎樣嗎 有十段剝落的聲音 沒有受傷嗎 我沒有受傷 好那OK 那我們時間就繼續算 不是時間到喔 還沒 一分半 我們在天上 有人都真的沒回事 會不會是那種雕像開始 施展了 我覺得怪怪的 宜燦 是那個本位沒有請回去的那個惡靈 宜燦 我覺得怪怪的 怎樣 老師 我覺得很奇怪 等一下怎樣 堆停了 堆停了 我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好恐怖喔 我剛剛在梳頭髮的時候 我就是 因為我就是不敢看那個 我的臉的其他地方 因為我怕看到就是有可能 第二張臉出現 我就一直盯著我的眼睛看 然後就很明顯 我就感覺到 裡面的那個眼睛就是 水汪汪的感覺好像快流眼淚 然後是在瞪著我 那樣子看著我 你可能把鏡子裡面的靈引出來 然後呢 就跟著那個靈對看 而且他眼神很兇 然後你那個眼睛就會覺得 他的眼神跟你的眼神是不一樣的 因為在鏡子裡面的 並不是真真 是另外一個東西 應該是另外一個靈 對 不要不要不要 如果那個鐵子裡面有血 那就是很兇的 OK 輸的人做贏的不用做 嗯 剪刀 石頭 布 所以以後製作人以後都猜拳就好了 不要 不要再塞什麼塞中 好 OK 現在就是你要來翻這個了 終於換我講瘋涼花了吧 我摸到它了 觸電啊 觸電啊 我知道 紅點紅紅的 是什麼 沒有錯 別嫌盤子裡的紅點 會是什麼恐怖的詛咒嗎 千萬別錯過 今天就是你要來翻這個了 是 終於換我講瘋涼花了吧 嗯 我摸到它了 有觸電啊 我知道 你快點 是 紅點紅紅的 是什麼 蝶子中央的小紅點 真的是老師口中 鏡子裡的兇狠惡靈嗎 還是一切只是真正恐懼 所產生的幻覺呢 紅色的 紅色一點 這是朱砂 這是朱砂 為什麼會有朱砂 朱砂什麼 朱砂就是代表開光啊 比較容易請那個靈進來嘛 幸好這一切都可能只是 真正眼睛業障中假的 但是接下來可怕的過程 會不會是真的呢 那你在那邊聽到什麼聲音 那邊倒到就 我就是那邊梳頭髮 然後我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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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 那你是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很怕說 我看了鏡子 我的臉以外的其他地方 可能會看到別的臉啊 或手啊或什麼 我會很害怕 所以我就一直盯著我的臉看 然後盯著我的眼睛看 看看...發現奇怪 為什麼我鏡子裡面的那個眼神 已經不對了 你有看到你自己 我看到我自己啊 就是他裡面的那個眼神 是 你是照鏡子對不對 對 被自己醜到了還是... 我發現我以後 選女朋友的標本降低 每天這樣看自己 你還會降低 你是在那個房間裡面有疊性 有那個...像 雕像 那他在感應的時候 小老師 你看到什麼 其實從你們開始在那個 桌子旁邊講的時候 我就看到桌下 大概...這樣子 然後 它有點灰白色 透明的 就一直在他們周圍 這樣慢慢走 走 慢慢走來 走去 就一直在他們身邊 繞圈圈 到後面 不是要照鏡子那邊嗎 對 對 我就看 你已經坐到鏡子那邊了 然後Eason不是在這邊 開始講嗎 介紹嗎 就... 鏡子怎麼樣... 我就看... 突然就... 這樣子 他的... 鮮... 而且變得... 他這樣慢慢走過來 然後他就跟你... 貼著的 如果我再坐回來的話 我就跟他... 恭喜... 好像我沒有再坐回去 所以如果再坐回去 是危險的嗎 會嗎 不知道會不會危險 我要看下面才知道 還是一樣 各位 朋友 有沒有什麼好的 要去到這兩位去感應的地點 馬上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 我們鬼月一過 我們立刻就出發 我還記不記得有個傳說 怎樣 不要再想了 就是一個工人滿頭是血 對不對 我看你後面 後面 後面 那個雕像一直在看我 你看那個雕像會不會眨眼 不要 怎麼了Eason 你在哪裡 有腳步伸 真的有腳步伸 是從這個房間傳出來了 我一開始在這邊 我在這邊看到影子 我的操縱 還有搜集 雕像 你的偶像 雕像 彈瑞 你 你 唷 你 不 你